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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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让你管 是不想影响你 不想让你卷进来 那我能怎么办 用你的实际行动帮助他 算了 我不去 我又不喜欢多管闲事 这算什么喜欢 喜欢一个人 就要勇敢地说出来 让他看到你作为男人的决心 看到他有困难 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帮助他 这才是喜欢 否则算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住手 别打了 住手 别打了 这兔子 住手 别打了 这不关他的事 我就是要把照片拿回来 谁也不能侮辱你 去 你快 你快走啊 救救救你 救救你 这不关他的事 当然关我的事 我喜欢你 所以不能让他们欺负你 我喜欢你 所以不能让他们侮辱你 我喜欢你 老师 我喜欢你 老师 我喜欢你 你怎么了 我终于让他看到我作为男人的决心了 太好了 对不起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小雅帮我准备点东西云南白亚什么的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走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做事情这么认真 太好了 这样你的决心一定能传达到老师的心里 他是怎么说的 其实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喜欢他了 所以我不需要他做什么 这次我能够把我的决心表达出来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这才是男人的爱 他还说什么呢 老师他说他决定辞掉这边的工作 回老家去了 他一直想陪在爸爸的身边 他想一边挣钱 一边自己照顾爸爸 太好了 我相信以他的决心 他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的 嗯 对了 我问你 我的事情 为什么你连小姨都要瞒着 男人嘛 有时候 有情更重要 我决定了 男人要靠自己走路 怎么了 怎么 是男人就该自己走 你说的 我儿子太棒了 来 你轻点儿 我儿子终于成为男子汉了 来 让妈妈亲一个 你干嘛呀 你 小雅 你们两个也和好吧 男人哪 毕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跟女人说的 既然结了婚 你就要信任他 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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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勇敢 天气要亮了 在街下不处于我自己 林老师 你一定要有决心 是个怎么疯狂 我有我的信仰 天空云亮了 呼吸时证明着我自己的存在 这世界有个角落 是我的天堂 不是你的 何不放下 寻找另一个方向 放不下的 何必让他孤独 我梦纠缠 天气要亮了 在街下不处于我自己 还是自己的超舒服 对不起 为了换换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害你睡了好几天的木地板 来 我给你按摩按摩 老婆 老婆 没想到你凶起来的样子那么可怕 你凶凶的样子很可爱嘛 不怕 通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欢欢成熟多了 更像一个男子汉了 其实欢欢很聪明的 就是感觉他背负了太多东西 背负了这么重的包袱 怎么也跑不快啊 如果大姐和大姐夫 能和好的话 对她一定更好 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就是不明白 大姐为什么那么恨大姐夫啊 有一次大姐跟我说 如果大姐夫找我借钱 请问不要借给她 把大姐夫说得好像骗子一样 大姐说得没错 她就是个骗子 大姐夫是个骗子啊 其实以前也不是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 感情可好了 大姐夫啊 也非常心疼大姐 当时姐夫辞了工作 下海做生意 赚了一些钱 那时候欢欢上小学 他们的日子 过得那就一个滋润 可是后来 给钱 来来来 大姐夫迷上的赌博 生意和家全都不管了 整天整夜的打牌 没过多久 他就把自己的生意全都输掉了 赌博就是这样 越是输就越想翻本 你干什么去啊 家里就这么点钱了 你给我留下 翻了本我就还你 不要偿 不行 你给我 你 去 你 去 你这个混蛋你 大姐夫输了钱 就回家偷 把大姐的首饰 戒指 全拿去当了 终于 没过几年 家里的积蓄 全都给他输光了 可他依然执迷不悟 为了翻本 又四处骗朋友的钱 开始 是说给人赚钱的机会 等这个借口败露之后 又开始说 家里有人生病 急需要用钱 他把他的朋友骗了个遍 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 他开始骗我们家人 说他妈妈生了重病 我们全家人 都上了他的当 最可恨的是 他连欢欢上学的钱 也不放过 他说去给欢欢交学费 其实 他是拿去赌博 害得欢欢差点被学校退学了 从那以后 家里人就不再相信他了 可是那个时候 他已经欠了太多的钱了 大姐只能拼命地工作 赚钱帮他还债 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过了 最后 大姐把房子卖了 再把他签下的债全还了 房子卖了 大姐只好带着欢欢搬回来住 从此 跟大姐夫分居了 从那以后 大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张口闭口全是钱 还说什么一定要嫁给有钱人 后来 倒是听说大姐夫戒赌了 开了一个杂户铺 经常回来求大姐原谅他 可是那个时候 全家都已经不相信他了 怪不得 大姐现在变成这样 张口闭口就是钱 原谅他吃过这么多苦啊 可是现在的大姐夫 不像是会撒谎的人呢 那是因为你太好心了 什么话你都相信 还有啊 以后少跟大姐夫来往 爸爸和大姐知道会不高兴的 不行 来 我送你 好 上车吧 以后少跟大姐夫来往 老爸和大姐知道了 会不高兴的 不行 我 你 去 你 小雅他们不让我跟你交流 那好吧 我就知道 你大姐他们肯定还是不肯原谅我 可是也不能把你扔在这儿啊 要不这样 你坐我的车 我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我保证不跟你说话 咱们就当没来往 你还行吧 开车的时候总能听见你唱的歌 以前哪想也没想过你能坐我的车 你说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啊 这是想也想不到啊 对不起 我忘了 我不能跟你说话 其实说了两句也没事的 真的呀 真的 那我说了啊 我前两天看了你演的那个新电影了 你别说你演的还真不错 就是我觉得那个故事啊 有点儿 谢谢你 我觉得我的家人又回来了 我又可以开车 带他们一起去兜风了 谢谢你 我走了 哎呀 怎么才到啊 哦 我的摩托车抛锚了 还好遇到大姐夫 她开车把我送来的 你们家人不是不许跟刘亲来往吗 这个你都知道 小悠说的 嗯 你和小悠不是不对付吗 她怎么会告诉你的 呃 她就随口一说 哦 你先把身份证给我 我得复印一下 哦 嗯 我钱包呢 怎么了 丢了 好像是 好像是我修车的时候吊的 里面都有什么 身份证 信用卡 还有一千块钱 现金倒是不多 不过你的信用卡丢了挺麻烦的 那可是张白金卡 投资额度五十万呢 哎 会不会是刘亲拿走的 他拿我信用卡干什么 他凡一欠了人家赌债没有还 知道你有钱 他 不会 我相信大姐夫 你根本就不了解一个赌徒是什么样 那就跟西徒一样 借不了他 我相信大姐夫 他不会的 你 妹夫 你的钱包丢我车上了 哦 快看看 有没有丢东西 哦 我 我不是有意的啊 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 是啊 我以前是坑蒙拐骗 确实是个魂球 可直到小美卖了房子搬回娘家 我才想明白 我有多魂哪 从那以后 我是彻底把赌借了 我要从头再来 我去干力气活 搬家 登三轮 这两年呢 我什么都干过了 还好 终于攒了点钱 开了个小杂货店 虽然赚的钱不多 但我觉得呀 我又活回我自己了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小美他们娘俩能搬回来 但他们就是不肯原谅我 我这叫脚上的泡 自己走出来的 我现在只是希望有人能相信我 相信坏人也是能变好的 大姐夫 我相信你 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先走了 你怎么又犯啊 你相信他 我可不相信 还好 什么都没丢 老刘 我们打牌 你要不要来凑个手 我 我不会 你别蒙我了 早就听说你是个高手了 来玩吗 我真的不会 不好意思 你们再找别人吧 再见啊 大姐夫 我真的不能喝酒 咱们自己人喝一点没关系 我又不会惯你 来 我干了 你随意 你大姐他们娘俩现在好吗 还好 前两天欢欢过生日 我去学校给她送礼物 大姐夫 她对我还是爱她不理的 心里还是恨我呀 大姐夫 您慢点喝 没事 姐夫 求你帮个忙 那你是大明星 你说话别人都信 你 你就帮我 你 你就帮我 跟他们娘俩说说好话 你看见我 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了 那我有能力养活他们娘俩 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你就帮我跟他们说说 啊 你就说 啊 你就说 妹夫 妹夫 什么酒量 还是联系不上 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你说谁 小秦回来了吗 小秦回来了吗 没有 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我打她电话她也不接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还想问你呢 公司倒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不过今天她倒是有点心事重重的 潘安西一收工她就早早地走了 说不定跟哪个女明星约会去了 小美 小美 你不要胡说 不是 我怎么胡说呢 这在娱乐圈是非常正常的事 再说人家也不知道 他们俩结婚了呀 小秦不是那样的人 我太了解他了 要不咱们报警吧 不行不行 现在还不清楚情况是怎么样 说不定她回自己的公寓去了 我就在公寓找找 我和你一起去 小秦这么大的人不会有事的 没 没事 小秦这么大的人不会有事的 那是什么呀 大半夜的 为什么会有人牵着马在路上走啊 那是马还是驴呀 这是邪门啊 哎 那不是大姐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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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是你呀 小雅 太好了 这大半夜的 你牵着马在路上走干嘛呀 你看错了 这不是马 这是驴 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你这怎么了 喝醉了 是喝了点酒 这不是给你家送东西来了吗 我们家要马干嘛 这不是马是驴 不 这也不是驴 送的是小秦 不不不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你说小秦是驴呀 不 我哪说小秦是驴了 是这么个事儿 小秦去跟我喝酒 喝大了 那我想把他送回来 可是我也喝大了 又不能酒后开车吧 正好我隔壁是个开驴肉馆的 我就把他家驴借出来了 把小秦送回来 聪明吧 你们看小秦 不是在驴背上趴着呢吗 哪儿呢 不是 刚才还在驴背上趴着呢 坏了 这肯定是半道上掉地上了 小秦 小秦 小秦快醒醒啊 醒醒 小秦 快醒醒啊 小秦 我进 小秦 小秦 闲醒小秦 小秦 下次你要是再喝这么多酒 我就不让你进家门 我也没办法 大姐夫拼命地喝 我不喝点不合适啊 还说呢 昨天大姐听说你又跟她在一起 她又不高兴了 我这也是为大姐好啊 我相信大姐夫真的改了 如果大姐能再给她一次机会的话 大家能够团圆 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你就别多管闲事了 我一定要管 难道看着自己的家人四分五练啊 我一定要帮大姐和大姐夫找回过去的幸福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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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啊 我 对啊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我们回来了 关你什么事 终于给我送花了 你们别肉麻了行不行 结婚那么长时间了 还送什么花啊 这不是送给你的 这是送给大姐的 给我 你为什么送花给我呀 这不是我送给你的 是有人偷我送给你的 谁呀 你的崇拜者 我的崇拜者 妈 什么情况啊 扔掉 谁送的 叫你扔掉就扔掉 吴磊 杰奇 你们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老板吗 那里面肯定有单身的吧 离婚散偶的都行 给大姐留意着 有合适的 给大姐介绍一个 你我 你我 大姐 我来帮你吧 不用不用 让小雅看见不得说我欺负你啊 再说今天又不是你值日 大姐 其实经过我观察吧 大姐夫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杰奇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大姐告诉你 就算是他真的戒赌了 我也不会回头 我们的缘分 已经尽了 你 不去 他已经改了 改为改得问我妈去 他们的事情我管不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他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怎么可以对他们的幸福 怎么我不关心呢 要知道 有些话 你爸爸不好意思跟你妈妈说 还有些话 你妈妈不好意思跟你爸爸说 这时候 你就成为了他们中间的桥梁 你爸爸爱你 你妈妈也最爱你 所以你说什么话 他们都会认真听的 可是他们从小就教我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你说得也没错 可你不也希望他们在一起吗 在一起也是整天吵架 还不如分开清静 可是他们分开了 这个家就不圆满了 难道你就不羡慕那些 别说了小姨父 我知道你是为他们好 也是为我好 可我是我 他们是他们 我没办法代替他们 去思考他们的问题 不管他们以后要不要在一起 能不能在一起 一个永远是我爸 一个永远是我妈 等他们老了 不能工作了 我都会照顾好他们的 放心吧 想和于杰奇近距离接触吗 快来月亮岛度假村 你将有机会和于杰奇 来场浪漫约会 你什么时候去度假村了 那是棚里拍的 度假村是后期加上去的 那姑娘是后期加上去的 那不是 那是跟我搭档的模特 你还牵她的手 拍广告嘛 其实那个住假村也不错 我们也可以去那玩一玩啊 对呀 我可以组织一次旅行 让大家一起去 这样 第一可以撮合大姐和大姐夫 第二 还可以弥补没有跟小雅度蜜月的遗憾 就这么定了 致命魔兽下个月就要开机了 这种魔术的老师我都给你请好了 这个魔术你要抓紧时间练 还想着现在出去玩 网络上那么多视频 我看几遍就学会了 还请什么老师啊 你就让我去嘛 我蜜月旅行也没去 这次就当给小雅和他们家人一个补偿 不行 那一碰到狗仔队怎么办 你运筹帷幄 狗仔队怎么会知道呢 来不及了 你现在要抓紧时间练魔术 我答应你 我把道具都带上 我白天练习绝对不露面 我考虑考虑吧 你就直接答应我吧 这次我们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就全靠这次旅行了 你就答应我吧 奥巴 你别恶心了 我答应答应答应你好吧 以后再叫我奥巴 我对你不客气吗 傻小子 妈 换一件衣服吧 怎么了这件衣服 太暴露了 暴露吗 那要看按什么标准了 有实验表明 西方国家认为 着装裸露的标准 是裸露面积达到全身的百分之五十七 中国暂时还没有相关的数据 不行不行 换一件了换一件了 你不是 我回来了 三姐你中午又回来了 我回来是来看家的 你们自己去吧 三姐 你不去这么行 去吗 我懒得去 那边太晒了会下黑的 我 我要凡晒霜 小悠啊 全家人都去了 你要是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 对你要是不去我也不去 对你要是不去 我们都不去了 师父我要倒车了你小心点儿 没事你倒板 撞的我告诉你 好嘞 没撞到人吧 还好没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旅行专车 哦 好好好 看见了吧咱们上去 走了 哇快走 快快跑 小齐 不是说是咱们全家人出去旅游吗 她为什么要来 哦 她脸皮厚硬跟着要来 坐好了把安全带记上 快 出发 准备出发 你怎么在这儿 大姐夫也是我们一家人哪 宇佳琪 你敢耍我啊 我不去了 妹夫 那句广告词真不来 要想感情好 就来月亮岛 可是我觉得像个顺口溜 以前都没怎么注意过 小悠长得也挺漂亮的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就到了 姐夫 你先进去吧 行李都交给我了 行李都交给我了 那我先进去了 好 快走 大家自己挑房间吧 想睡哪间就睡哪间 我要先挑一间 一会儿要洗澡 快快快快上楼去 走 来 怎么了 不就一直支柱吗 至于这么害怕吗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 不怕吗 谁 谁 谁说我不能害怕呀 你干嘛盯着我看 我谁看你了 我又不是没见过女人 你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你还说没有看 你感觉也太好了吧 我这真是多管闲事 你赶紧把蜘蛛弄死啊 躲 躲 躲远点 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我大英无雷 有太阳的时候 我不能出去 你怎么那么娇贵呀 你还见不得太阳啊 不是小琪太娇贵 这些都是写在合同里的 要是晒得太黑 就跟现在他正拍的电影 有前后部接戏了 而且他还有功课要做 你就不要勉强他了 你勉强我 勉强我 余姐姐 那你们出去玩吧 逗逗快快地玩 玩得开心点 我在这儿看着他 你们就不用惦记了 我受点委屈 没什么 只要你们大家玩得开心就好 去吧 去吧 走 去吧 二姐 你怎么还不下来啊 科学证明 在游泳前做十五分钟的热身运动 可以有效地减少捉筋 行了 别啰嗦了 快下来吧 快下来吧 爸 您游得可真好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饱刀未老 好汉不提当年勇 老了 游不动了 那我看您是犯了个错误 什么 一段 每次遇见彎徨 有一份信仰 会想起微笑的模样 相信前方有梦里的天堂 这条路 总不觉得漫长 一去像走在 多艰难的风霜 风雨过后 总会洒进温暖 我的愿望 在远处发光 给我晚场旅途的力量 我想谁眼泪 能让梦想发芽 看见希望 就像一双翅膀 带我飞越 寂寞海洋 找到幸福的奇象